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我是张玲 今天是2019年8月30号 现在是下午3点钟 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资本市场 近年来A股连续一字跌跌 跌停数量最多的记录屡次被刷新 继新ST保签连续28个跌停 新ST长生连续32个跌停之后 今天新ST信微也迎来了自己第36个连续跌停 今天新ST信微迎来第36个连续一字跌停 报售2.3亿元 而200多万手的卖盘封单 也将15万持股者牢牢困住 至此新ST信微总市值约67.54亿元 相较停牌前的427亿元 已跌去约84% 资料显示 新微集团于2003年上市 公司主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2013年 北京信微以268.8亿资产 36亿增发股 40亿定增融资 一共超过300亿的资产 注入仅11.71亿市值的中创信策 此后不到两年 公司股价就在2015年6月达到历史高点67.90元 总市值逼近2000亿 在此期间股价翻了6倍之多 而在2016年12月23号 新微集团股价却突然迎来闪崩 直接跌停 三天后 新微集团股票紧急停牌 直到今年7月才最终复牌 期间 新微集团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变更为新ST信微 最近网剧《长安十二时辰》收官 剧中极大的还原了大唐的盛况 不仅孵化道十分考究 唐朝长安的市井街头 各种小吃各种职业 都生动地在剧中展现出来 给剧民们呈现了一幅大唐盛世图 成为今年口碑极佳的影视作品 《长安十二时辰》的热播 也带热了一批取景目的地旅游 成为了今年暑期旅游的 一头黑马 天官赐福 万民蒙昭 普天同谢 这里就是热播影视剧 《长安十二时辰》的一个拍摄地 我身后的这个场景 就是非常经典的 在剧中的一个西式大门的一个场景 这部剧热播之后呢 也是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参观游览 而且非常特别的是 到这里参观游览的游客 必须身着古装才能够进来 让你有一种非常特别的 能够身临其境的穿越之感 记者发现不少剧民们慕名前来 还特意穿上了古装 我很喜欢那个雷家英跟一阳千玺 然后当时他宣传的时候 就说这边浩石七个月 来造了一个这样的 那个唐城的景 然后我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 就觉得他的那个布景啊 服装都很到位 然后就想过来看一看 剧中负责传递信息的望楼 西式的长街 主角们有过打斗的扑面 虽然这些场景看上去 比影视剧中要稍微小一些 但是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让游客们都很兴奋 游客们除了喜欢 在影视剧中景点进行拍照外 还喜欢把剧中场景和实景 进行对比 为了让游客更加身临其境 影视基地还推出了 古装微电影拍摄 游客可以身着古装 在商家提供的几个场景 和台词中选择一个 拍摄属于自己的古装微电影 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 也成为了影视基地一张名片 比较喜欢短视频 所以就自己写了剧本 然后过来尝试拍一下这样子 我们觉得还蛮身临其境的 根据某旅游网站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暑期各影视基地景点人气大涨 景区门票预定量平均上涨35% 部分热门景区上涨超120% 此外 女性游客呈出游流量担当 占比达67% 因为一部剧建一个影视基地 这样的情况现在很常见 据统计全国正在运营的影视基地 超过100个 其中投资过亿 规模较大的超过30个 在浙江东洋的恒电 宁波象山 江苏无锡 河北卓州等等很多地方 都有产业链条完整的影视基地 但是单凭一部电影 或者一部电视剧建起来的文化地产 之后该如何发展 依靠旅游这样一种单一的盈利模式 是否能够支撑未来的增长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近几年不断有地方引进资本建立影视基地 但是我们仍然时常看到 每年都有不少影视基地倒闭的新闻 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统计 目前我国现有的100多个影视基地中 能够盈利的不到10% 而能盈亏相抵的也在10%左右 剩下近80%的影视基地处于亏损状态 这个资本进来的这个专业性的这个组织机构少 这种的管控的这个能力啊 或者管控很规范的东西又少 所以资本进来了以后 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这可能对这个整体文化地产 包括影视这个行业的这个冲击 它多少都是受到这个影响的 不仅是小的影视基地生存困难 大的影视基地也存在发展瓶颈 都是街拍古装戏 民国戏 同质化竞争日趋严重 比如说美国 欧洲的摄影棚 最大面积是5000平方 然后呢我们国内做8000平方 号称世界第一 没有就是真正去理解 去研究这个产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它到底需要多少面积的摄影棚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什么 他们做不成功 很大一部分是没有真正回绕 这个产业的核心去研究去配置它 目前影视基地营收来源很单一 80%到90%还是依靠旅游 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剧组进驻 带来好的IP 旅游产业也无法支撑 所以如何吸引优质剧组团队 到影视基地来拍戏 带来更好的IP和流量 是影视基地发展的核心 基地完整的生态产业链至关重要 你只要搭起来就需要上方 除了摄影棚之外 你还是需要一个生态 有群众员也是一种生态 是吧 影视设施组的餐饮配套 也是生态 酒店服务也是生态 你在这个生态里头 你就好做事 你缺这个少那个 你没有这个生态 你就不好做事 再来关注在上海举行的 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今天是大会的第二天 以致连世界无限可能为主题的大会 都有哪些亮点 又有哪些黑科技 会切实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这套系统基于视觉识别技术 能语音提醒驾驶者 注意自身驾驶状态 防范驾驶风险 这个技术原理 就是我们运用了深度学区网络 再结合到我们产显 独有的大量的业务数据 来构建的一个深度学区模型 来预测大家的一个驾驶的习惯 开车视线受阻 或是遇到施工路段 急弯路段 利用车外界信息交换技术 能将道路信息实时反馈到车辆 避免事故发生 甚至当这些车 可能和我们的车产生交汇 或者说可能发生危险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你去及时地 获得决策信息 以规避相关的事故发生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运用 也越来越多 一分钟诊试 能帮助病人快速诊断和购药 肺癌早期筛查系统 自动检测肺节节 是通过人工智能的助力 可以节省30%以上 医生月片的时间 并且把早期肺癌的发生率 发现率提升50%以上 专家表示 随着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的 高速发展 AI应用场景大幅增加 而且在核心算法上 也取得较大突破 那么在17年以前 几乎大家现在体验到的 所有的100%的这些 AI的应用 比如说人脸识别 车牌识别 包括自动驾驶 全部都是依赖国外的 在17年以后 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在市场上 已经达到了 差不多20%左右的 应用能够使用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 AI核心算法引擎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今天发布的报告指出 中国网民规模 已经达到8.54亿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 接近百分之百 跨境电商 网络视频 在线教育 在线政务等领域 持续快速发展 报告指出 截至2019年6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8.54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61.2% 人均周上网时长27.9小时 其中农村网民数2.25亿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 达99.1% 与五年前相比 移动宽带平均下载速率 提升约6倍 手机上网流量资费水平 降幅超9成 网络购物用户规模 已经达到6.39亿 占网民整体的74.8% 在移动支付方面 无论是移动支付的用户市场 那么我们的规模都居全球所为 手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 达到6.81亿 据介绍 以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 为代表的下沉市场 拓展了中国网络消费增长空间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 持续增长 直播带货 工厂电商 社区零售等 新模式蓬勃发展 成为网络消费增长新亮点 截止到今年6月底 我们网上外卖用户规模 达到4.21亿 比去年年底增长1516万 占网民整体的 4.3% 再来关注天气 受到高温的影响 最近波兰全国大范围地区 遭受到了旱情的威胁 中西部地区尤为严重 受此影响 河湖水位下降 农业损失严重 陆下以来 波兰炎热天气多发 干旱少雨 尤其是6月和7月 热浪横扫欧洲 加重了波兰水资源的短缺 波兰的母亲河 流经首都华沙的 维斯瓦河水位 在近期降到了 今年最低值33厘米 一些河段的河床 大面积裸露 河流水位的下降 威胁水中鱼类的生存 并对沿岸的灌溉和生活用水 造成影响 而农业受旱情的影响 状为严重 目前波兰有17.5万个农场 250万公顷的耕地 受到旱灾侵袭 造成损失超过11亿资罗提 约合20亿元人民币 由于目前秋收尚未结束 预计损失还将进一步扩大 波兰政府已经先期滑坡 5亿资罗提 约合9亿元人民币 用于救助受灾农民 另据介绍 目前波兰全国1298个定损委员会 正在对农民的受灾情况进行登记 从9月份开始 损失在70%以上的农民 可领取每公顷1000资罗提 约合1800元人民币的直接补贴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财经资讯 德国联邦劳工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经季节调整后 德国8月份失业人数环比增加 增幅符合市场预期 统计显示 经季节调整之后 8月份德国失业人数为228.9万人 比7月份中值增加4000人 当月失业率为5% 与此前三个月的失业率基本持平 德国联邦劳工局表示 德国就业市场尽管依旧保持强劲 但仍然受到